詩篇139篇17節 神下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自己領受就是 這位神 祂是一個全難的神 祂的意念是很多 但是同時 我們跟祂關係好的時候 祂一樣給我們很多意念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面對祂的困難 不知道怎麼做 我通常都會問神 神啊我應該怎麼做 我這樣這樣好不好 祂就給我意念 要是親自跟我說話 意念就在這裏 祂親自跟我說話就在這裏 就像我剛才分享見證那樣 祂真是在這裏發出聲音 你睡吧 我明早就告訴你 很清晰的 即是說 你要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對嗎 那這個意念你才能收得到 即譬如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你將它轉一轉 你跟神有好的關係 然後你收到意念 你將它轉一轉 轉到恩典大頭 怎樣說法 恩典大頭 是的 恩典講先 是怎樣的 神很疼我 神很疼我 給我有很好的意念 去提醒我 當我面對困難的時候 祂能夠接著 祂的意念去幫助我去解決那些問題 恩 好 感謝主 我現在將它轉一轉 你剛剛說的都是對的 我將它 我講一講 分辨一下 怎樣是神恩典帶動 神是一個講話的神 神是一個會帶領我們的神 當時我們說 我都不太知道怎樣處理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問題 神就給我意念了 你先睡醒一覺 明天我便會告訴你 這是第一 因為當時你的狀態不太好 所以神想你先睡醒一覺 你睡醒一覺之後 神就給你的意念 就是說 原來是這件事發生 所以引致你會受傷害 然後你處理 原來就是神已經有了計劃去醫治你 神有了方向 然後神叫你先休息一下 然後到時就讓你看到這件事 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神一直給你有這個意念之後 看到這個圖畫 原來這個人傷害我 他都給你一些意念 我可以怎樣不給他影響 是不是 即是有些意念出現 我怎樣不可以不給他影響 我怎樣可以我的思想改變 以致不將他的說話放在心上 他的傷害放在心上 原來神一直帶著我 讓我懂得去處理 這個就是整個過程 都是神做什麼 跟著我們回應 基本上我們基督徒整個生命都是 我們聽話 為甚麼呢 不是我們自動的聽話 是聖靈感動我們 所以我們會聽話 是 而當我們一聽話 神就更多恩典來 即是有些恩典是未曾聽話之前 已經有了 或者未信主已經有了 跟著呢 信主之後又有 然後呢 未聽話的時候 神就會帶領我們感動我們 由我們一聽話 就更多恩典了 這樣呢 就看到什麼呢 原來神是一直拖大到大的 嗯 其實我分流做一件事的 為甚麼神會讓我睡覺 睡醒覺才告訴我 他原來是貼心到 他很體諒我 因為我以前長期睡不著覺的 所以現在我一旦一晚失眠 我大天我就很辛苦 他要我睡覺 就膽我有精神 因為為甚麼呢 他一旦釋放了我那個情緒出來之後 我就會一晚睡不著的 因為那個錯誤信念呢 入了潛意識 其實是入了細胞的 影響細胞 當一釋放 那些細胞就釋放能量出來 就一晚睡不著 因為我之前試過幾次都是這樣 所以他就要我睡覺 睡醒覺才告訴我 那我就一覺就睡到千光了 那都睡到五個半鐘 睡得很軟的 那翌日呢 再處理這個情緒 跟著就整個天很輕鬆很舒服的 那就是主 他真是貼心成這樣 那就是主 可以細心 體諒到我這樣 那你剛才所說是非常好的 就是用貼心這個字眼 去形容出神體貼你的心 那這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能夠用各樣的智慧 去講神的恩典 天啊 人會尚 武製 後一 for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